陆选这期节目选手来自北京 第一户家庭是一个三口之家 我非常喜欢小晚空间那个节目 合理们 叔叔阿姨装修的房子 电视墙这一块我们想做个造型 因为我觉得确实挺单挑的 陆选的第二户家庭也是一对年轻夫妇 经常给客户推荐漂亮的房间 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交换空间 交换精彩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王小千 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应该都会记得我们的节目当中 有一个板块叫做空间榜样 在这个板块当中呢 我们展示的是很优秀的空间设计作品 那在这里呢 今天我想发起一个征集 如果您也有非常得意的满意的空间设计的话 希望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这样的话呢 您也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一下 让我们看看您的美好设计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还是在北京来进行拍摄的 接下来就认识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设计师 王银思 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 擅长现代 东西 美式 新古典 以及装饰主义风格 他曾六次成功挑战 交换空间极限任务 大家好 我是王银思 喜欢游走 去过世界各地 喜欢设计 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可能成为我创作的灵感 喜欢音乐 爱好收藏 我就是这么一个 最爱生活 性格随心的人 白鑫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 艺术设计专业 他热爱设计 热爱音乐 家之所以称之为家 是因为它是用来储存记忆的场所 所有的故事浓入其中 才更富有色彩 今年每月 味道才会更加浓厚 而不是简单的造型堆积 不拘于某种特定的风格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白鑫要改造的空间 位于北京朝阳区新龙家园 房子住了十年 我们的家 小而温馨 就是缺乏一些精致和内涵 缺乏一些文化气质 我们俩都是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的 接触过许多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经常给客户推荐漂亮的房间 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因为房子也是装了有小十年了 然后像有着墙地儿 当时工艺上我们也不懂 有点变了 也要开裂的情况 时间是比较久了 墙面的颜色空调已经学飞了 而且这种造型的话 这些年也已经也能过失了 好台了 但是整整墙面的颜色 我觉得也要整理大调的下 美式 欧式 地中海 新古典的各种风格 在设计师的手中得到了很好的演绎 但我们静下心来才会发现 实际上中式 才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喜欢的装饰风格 同时呢 又不能落入俗套 不能过于死板 因此本套设计法案的最终定了方案为混搭房子 这次王银丝要改造的空间 在北京慈云寺北里 房子的客厅有20平方米 你们好 我是王银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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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前进 你家房子不错 但是装修的还不是很漂亮 就是当时搬进来的时候特别匆忙 所以好多地方都挺简单的 还不错 这次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例如电视墙这一块 我们想做个造型 因为我觉得确实挺单调的 对 是 然后沙发墙那边也是觉得特别空 因为当从搬来嘛 就是四百老地比较简单一点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装饰 什么都没有 我家沙发墙装饰挺满的 一个满足给装满的 做起来难度有点大 因为这个他已经把整个情面给挫坏掉了 而且这两个东西才是不能动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温馨的三口之间 平时夫妇俩 除了工作 几乎将全部的精力和情感 全部给了六岁的儿子 这次为了孩子 也要给他们用一些环保的材料 这次我决定主要以原生态的木质和布衣 为他们打造一个有质感有温度的城堡 所以这次的主题就叫做目光之城 我们的两位设题师还有四位选手 大家都已经认识了 你们也都准备好了是吧 对我们准备好了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停档 我们一共三万元的家电基金和家庄基金 也已经发放到位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欧派家居集团 为我们提供的各两万元的家庄基金 以及海埃尔天真红条 为我们提供的各一万元的家电基金 好了六位挺好啊 48小时倒计时 开始 她一位热爱音乐 喜欢唱歌的设计师 她曾六次成功挑战交换空间极限任务 传统与现代的混搭 质感与温暖并存的城堡 王银思 白鑫 为您带来不一样的家 采买过程中 红队来到一家建材专外店 欢迎看咱们的软木地板 它上面的样子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 上面是软木中间是高密度板 底下也是软木 然后人脚踩在上面实际上是很软的 包括你们现在脚蝶踩的这种也是软木地板 脚感不错 对 为什么脚感好呢 因为软木呢 它是跟它的结构有关系 它是这种里面是细胞状的结构 所以它中间相当于是一个气囊 所以脚踩上去它有一种空气压缩的感觉 对 所以脚会感觉像是轻微的西部在上面 所以它很软 包括你现在做的家具 你没发现吗 这也是软木皮做的 是 就是感觉靠上去很软 感觉就是屁缝 屁缝 但这种和地板制作就不一样了 它是这种软木的这种皮芯 它把这种皮一丝丝丝撕下来 给它制在柱上 然后才缝制成了这种家具 所以现在做上去你会感觉它很软 这个一丝一丝都撕下来 它属于它软木的原料 都加工了 工的不一样 对 咱们平常做地板可能是直接砍拔一整根树 但这种树它是只采过它的树皮 然后第二次采过就要经过十年之后 再采过第二次 拔完树皮之后 它的树的表面会马上生出来一种木栓层 它的营养液都不会流失 再继续生长它的树皮 经过十年就可以进行第二次的采过 那也挺久的 对 所以这种树它是反复能够生长利用 相对来说软木还是很环保的 那咱们这次到底是要给它做一些什么呢 这次咱们要用软木给它做的护墙板 装饰它的电视墙 蓝队这边 设计师要带着选手们去买几件特别的饰品 咱们今天呢 来了一家卖老物件的店 在这个店里呢 我们今天要寻找一个老物件作为家中的一个挂饰 你们二位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一起呢 把这个老物件挑出来 首先记得一个主题就是中心思想是挂件 挂件 对大小没有特定的限制 我们先把它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看哪个更合适 好的 好吗 那现在我们开始 好的 快来看看 我挑的这两样怎么样 这两个想做什么用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摆在桌子上当一个饰品 这个可以挂在墙上挂点东西 也算是一个挂件是吧 对啊 知道它两个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吗 嗯 不知道 这个是放上炭火 运衣服用的 运斗 对就是现在的运斗 老式运斗 对老式运斗 这个呢就是挂肉的 挂肉的 对 所以打算挂什么拿它 你这两个不太合适 我觉得这个是太俗了 挑的是什么呀 还是来看看我这两件 看看你这个怎么样 你看我挑的这个 这个呢 我觉得像是一个大铲子似的 但是我具体不知道是铲什么东西 我觉得呢给它倒过来呢 挂在墙上 可以放点报纸啊 插点鲜花什么的都可以 这个挺好的 哎 你这想法不错 是吧 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很满意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做成一个画架 做成一个画架 可以放花 同时呢下面也可以挂点小物件 也挺漂亮的 我这呢还挑了一件 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漂亮 这个呢像是一个铁翼的一个什么块 嗯 这个挺好的 但是呢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嗯 这个确实挺漂亮 但是具体干嘛用的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 让老板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行 老板 这是做的 这是挂帽子用的 哦 哦 这样打开了就可以称帽子用了是吧 对 这个挺好的 帽子干啥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大了 嗯 这个大吗 我觉得挂在前上多好看啊 太大了 太大了 看看我这个吧 这是今天我淘的两个小老物件 它是什么呢 它是马灯子 马灯子 对 骑马上马用的 哦 它我把它改造成一个挂件 具体做什么用呢 这个我先要留一个小悬念了 啊 具体的样式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嗯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选择这两样小老物件 好吗 行 还有你 好嘞 那咱们这样 老板 我觉得我这也挺好的 为什么就要选择你们两个呢 时工开始了 红队这边首先着手电视墙的改造 黄色墙纸和软木这两种材质的搭配 到底会营造出怎样的效果呢 我在这个选手的家里面呢 现在我们设计的呢 是黄色的壁纸 然后搭配了一整面墙的这个软木 嗯 很新颖 因为软木这个东西呢 现在不是很常见 很环保 嗯 就是呢 怕感觉这个光线呢 会稍微暗一点 嗯 不知道后期呢 就是灯光打上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现在呢就是很期待 看到我那边是什么情况 说来也巧 蓝队这边 辨识墙的基础改造 也同样是用到了两种材质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本身它这边墙不是太长 比如说我们想体验出 一种更长的法式的感觉 我们要打一个视觉差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化砖 咱们是红相贴的 假的纵相贴 会感觉到更高 但是不会感觉到长 那那边那个门那是贴的 是什么呀 门的位置啊 用的是生态木 它是一种集成的材料 哦 生态木 对 哦 为什么两个颜色不一样呢 我想 这样啊 有一个层次上的变化 和颜色上的区分 这种材质非常的环保 不仅环保 而且还防火 是吗 还能防火啊 哦 那挺好的哈 是 来把门抬过来 来把门抬过来 走 放哪儿啊 设计师这门 你觉得 是 是放这牙口这儿吗 不是吧 这门房使用不对啊 哈哈 看来两年后 跟那个赤槽盒 两个角色 哦 真是的 哎 那咱们看他们的储槽间 我已经给卸掉了 哦 所以这个门呢 就是要给它放到储槽间 哦 那个赤槽间里的窄 你看 我上面已经装好了滑轨 这个呢 咱们就做一个退拉门 哦 这样是吗 这样的话 对 因为之前的这个储槽间门呢 它相当于是把残底墙 就走那儿拖来 一分为二 这样的话 我通过用它退拉门 然后上面再贴上咱们的软件 让我们好二为一 变成一个完整的背景墙 墙纸呢 现在我们已经贴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墙纸上做一些装饰 我加工了几个玫瑰金的钢条 这个钢条我们是要放在墙上吗 对 要站到墙面上 要体现出一种层次感 本身的玫瑰金 它是一种现代的材质 但是呢 我把它加工成了中式的味道 固定到墙面上 这颜色还挺好的 挺好的 对 和整体的颜色非常搭配 那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布置一下任务吧 好了 好了 你站在这个位置 小朋友在中间 好 你站在这个位置 就给大家搭一下吧 好 小朋友 这里面是要放一幅画吗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画块 是吧 我觉得挺像画块 可是我觉得我们就像是 几幅画一样 是吧 真的 真是暖在里面 那我是一什么画呢 是你 我那也是 你小儿呢 你像什么呢 我是奥特曼 你是奥特曼 我行 那我就等奥特曼他把我 就是蜘蛛侠 我行 这娘是蜘蛛侠 有点肥的蜘蛛侠 是吧 是 你像那窗户那一个 我们摘一个 没问题 那这件事 你家什么呢 那我当了什么呢 那我就当了门神吧 行 你最像的 门神最像的 红队这边 沙发墙最大的设计难点 在于墙的两边 被暖气及空调占据 并且不能移动 最终 设计师通过用装饰帘 做对称的方式 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呢 他们想做一个沙发墙 但是呢 暖气和空调是他们的硬伤 所以咱们呢 只能通过这种软装的方式 来解决这一病 但窗帘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冬天需要用暖气 来把这边帘子打开 现在需要用空调 去把那边帘子打开 这样的话呢 还多了两栓落地窗 好像就多了两栓窗户似的 而且它这个颜色 黄色嘛 跟整个这个房间的颜色 也比较协调 而且它这个我感觉很华丽 像这种皇家宫廷的感觉 这个材质选的也不错 蓝队搜街买来的马凳子 被固定到了这面砖墙上 好了 这个安好了 就这样了吗 就这样就可以了 也不用刷漆了 就这种秀的就安上了 对千万不要刷漆 本身就是老物件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粗糙的质感 那咱们这个上面需要 放一些什么样的装饰品 我们本身作为挂饰 所以上面也有更大一样 然后就放掉了 有植物在这儿呢 放点什么鲜花叉在里面 什么鲜花 鲜花和总体的颜色色彩不太大 所以这个颜色很好 非常的适合 是这样这样掉的时候 可以记得 正好就行了 正好这个样 从那穿过去 对 这样挂在这下面就可以了 是吗 对按照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那咱们这个 我觉得后面是不是会有点空呢 那不会灯光的效果打出来 效果就很大 哦 对对对 咱们这边有一个射灯了 对 那这边咱们再挂一个 是吧 有一个距离的 对 有一个距离的 好了 在这儿 然后还有一条 两个红色的和绿色的 颜色倒是挺鲜艳的 对 看这门 这是刚才咱们看见 那个白的门 嗯 原来很突兀 嗯 现在整个给包上了 它这个水 整体杆 那张墙 就是这样 今天也结束了 这是土壤石吗 嗯 然后把这门藏在里面了 嗯 全身它这个孤能牌 保留了 哦 小线帘 当时感觉这个墙颜色有点偏深了 然后确实是按照这个帘子的效果 马上就提亮了感觉 对 你看咱们这个墙主题叫目光之城 嗯 这墙鼠看上去有点像 成墙 但实际上手感木上去还是软软的 对对对 嗯 而且之前呢它是餐厅 餐厅和客厅 嗯 利用这个通道是给它分开的 嗯 那边就明显餐厅墙 然后这边呢就是客厅墙 嗯 现在呢我通过这个软木 给它做了一个压口式的隔断 这样呢整个墙面就全都是电视墙了 嗯 而且从这个帘子后面出来 还有一种人从画中来的感觉 嗯 是 你觉得是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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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